我从小就喜欢要做京剧演员 可是他们决定说 我没有这个条件 来做一个好的京剧演员 所以就告诉我 你在学校念书念得很好 你就好好地去念你的财务管理 可是我喜欢戏剧 所以我就选了很多戏剧课 做演员的行业实在是很困难的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你下一个工作能够得到 所以没有什么保障 在好莱坞呢 现在据统计来看呢 就是能够就是专门以这个演员的专业来养活自己的家庭的 这个比例很小 他们都要有一个副业 我倒没有觉得灰心 我就觉得我是一个中国人在好莱坞的电影街闯荡 无论什么角色我拿到了 我一定要把它做好了 同时呢 我也要提议给导演 假如他描写的中国人不正确的话 我会告诉他中国人不是这样 我有一个责任感 就是说我要介绍真正的中国人给美国人 给世界看 在我接触到Bertlucci的第一次 那个时候是在东京 东京呢 我刚刚在香港演过杨世鹏导演的那个小狐狸 那是一个英国的这个剧 那么所以演的这个服装都是那个古代的英国的 那么我见了他以后呢 他看了这个相片呢 他就说 哦我这个剧本里头 你来演这个德林吧 因为德林是在欧洲受的教育 那么大家就分手了 过了一年呢 在好莱坞我就看见他了 我说你的剧本怎么样啊 他说 哎呀 他说你那个角色没有了 因为现在人物太多了 他说太多了都不清楚了 所以呢 这个德林的角色就 就删掉了 过了一年了 我在北京 看见他 他在北京的这个电影场 他去了好久了 我就说你怎么几个月了 六七个月了 你怎么还不开镜啊 他说哎呀 我就找不着这个慈禧啊 后来我说 你不是要找个老太太 你是要找个好演员 那么我说 这样吧 你呀 明天呢 你我来跟你试试看 你满意 我就给你剪 你不满意 那么你再找 他说好 就约好第二天 把本子给我 然后他就叫一个摄影师来 我们就把那一幕戏演了一遍 演了一遍 他就把它拍下来了 晚下午的时候 他们就接电话了 说你明天就来化妆 后天就开镜 我跟这个 马伦·伦德合作过 合作过 他是第一部他主导的 他导演的戏 我在里面参加演出了 那么 他也很欣赏 他说 他说 你的演出 是很纯朴的 就是不要 你一定要保持你这种 纯朴的演技 不要让好莱坞来 把你影响坏了 我比较喜欢舞台剧 因为舞台剧呢 有活生生的 这个观众在底下 每一场 每一场的这个 演出都是不同的 因为 你的对手的演出 观众的反应 都影响你的演出 那么 现在世界越来越小了 你也不一定要 到好莱坞去发展 要是好莱坞需要这么一个人 他会世界上各地方 通过了电脑 通过了internet 来寻找他需要的人才 假使那个时候 你 always be ready 就是你永远都是 人家需要什么的时候 他假使需要一个人会跳舞 你平常要练呢 你到了时候 人家说要找一个会跳舞的 你不会跳也不行啊 是不是啊 尤其是这次我来 我很高兴的 因为 第一 有跟许多老朋友们一起合作 像杨诗彭桃 导演像许伯允跟范曼龙 所以我很珍惜这次的机会 现在年轻的人 哇 我一看排戏 这些年轻人了不起啊 词也六 人也漂亮 所以我觉得这个戏要是 要是有机会一定要去欣赏 我们这出戏呢 是英国的文豪 Oscar Wild的原著 是我们的文豪 余光忠先生 博士教授翻译的 那么同时还是杨诗彭导演导的 在这个戏里头呢 我们有很出色的演员 很好的布景 希望你们来欣赏这个戏 我们是五月二十四号开幕 五月二十七号闭幕 礼拜六也有下午场 希望各位来欣赏 来指教